來到新都城,跟老婆來吃下午茶 不知道有什麼餐廳特別抵食呢? 路過見的行程超級刺激 還在售賣 看來它應該要搬遷,所以它 搞到這樣 看這一邊 整間刺激了 H&M遙襲很可憐 這裡寫著Time to move on, but we will keep in touch 這間H&M就要搬了 很可惜 來到見到這間元氣壽司 它寫著本店三庭營業,要消毒 這間大家樂沒有開,還有很多人在拍照,到底有什麼事呢? 路過見到這間大家樂,又是這樣的,刪了,要消毒 那你說是什麼意思呢? 留意到這間粒粒雪糕是新開的 這間月茶也是新開的 而這間安南呢? 上次我路過的時候,還在重倉修緊 現在終於開了 前面那間餐廳 也是新開的 之前呢,是另外一間叫做 Korean food 那些東西 忘了叫做 School food 我自己叫做 留意到這間泰國美食 叫金房 這間餐廳 它的餐廳也挺划算 四十多元,有個海南雞飯 或者青咖喱 紅咖喱 黃咖喱 燒烤的飯也是四十多元 這個不錯 下面的新年裝飾 之前我都拍過 所以這次不會特別拍 有興趣的朋友看我那段影片 下面呢? 我們自己在Yudi 看看這個凍軌 有很多都刺激了 這些都很刺激 我想大家都怕會封城 路過呢 看到這塊玻璃 我覺得很有趣 你看看它 它不停變色 從後面變得完全磨砂 哎呀,好有趣呀 再看一次 嘩 嘩,那間惠康好像有很多人 真是臨封城之前 特別多人去買東西的 難道 另外呢,這裏有一間叫小魚鴨子 新開的 嘩,現在惠康在惠康 你看看那些架 刺到 看看這邊 很刺激 很刺激 嘩,買油? 嘩,買米? 那麼,廁紙就... 都還有的 某些品牌沒有的 薯片架 都... 刺激 位置呢,在堡林村 有間白街 你看看那些麵包 那個架都刺激 相對來說 白街的貨都已經 比慧康齊了 但是呢 都有不少的架架 最終呢,我都不收書 入了很多貨 整個雪櫃都 滿了現在 連我這個 裝其他麵 罐頭啊 的櫃呢 都差不多滿了 當然不少得意的零食啦 好了,這段片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啦 不知道你又會不會好像我這樣走入貨呢 拜拜 是 喊 喊 喊